我們公司從1998年創立開始 我們最主要就是做小型那種自治洗衣設備 還有一般傳統洗衣店的乾洗設備 那後來自治洗衣2002年開始的話 我們就像現在這種大型滾筒式的自治洗衣設備 然後開始開店一直到現在 目前來講我們公司差不多400多家 自己指引的有40家 我們公司的英文名叫Asian Asian Luntry 所以你看我這邊都有每個地區都已經註冊好了 所以將來也是超像亞洲去發展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好像一個超商革命 就是7-year-old 他要打敗以前傳統那種炸貨店一樣 做一個革命 現在人口的老化問題 所以人力在台灣來講 各行各業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這種無人的自治洗衣店 是未來一個趨勢 對 目前來講 我們這個行業來講 在台灣來講就是 第一個它設置的成本很高 基本上年輕不適合年輕人想要創業的 除非他是福爾代 他本身有錢沒地方去做 可以來做 那目前我們最主要就是一些銀髮族 比較退休的人 他是身上有賢錢的人 他沒辦法 沒有地方好的投資標的 他可以做這個自治洗衣 因為退休的人 你叫他 就是 完了半年以後 他就 會慌 不知道要幹什麼 那這個行業對他一些退休的人很剛好 第一個 他清潔每天自己可以做 那他要求的 營收他也不高 不需要 不也要求很高 比如說兩三萬塊 等於是 個人每個月的零花錢 他不是 不要伸手跟小孩子要錢 過的生活有尊嚴 所以 人老人 退休 銀髮族是我們對象 還有一些 很有賢的人 第一個 他沒有很好 景氣很 現在景氣很差 沒有很好的投資標的 那投資自治洗店 如果說 他的回報 比這個銀行的利息高 那就可以投資 就是目前這兩大租錢 台灣還有2% 1% 1%多 一般來講 我如果抓5年回收的話 他就20% 那現在的營業來講 就是說 第一個 這種自治洗店 第一個 他的門檻很高 所以是不適合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本身要創業 他沒有錢 所以基本上不適合 那我們有幾個案例 就是說 很多 有錢人 他有三個小孩子 三個小孩子都沒有工作 然後 他常常跟他父親講 我要創業 五百萬一千萬 一下子發光光了 他這個老闆 他就是說 後來找到我們 每個小孩子 開一家自治洗店 每個小孩子都給他一家店 這樣他小孩子第一個有工作 他生意要好 要利用錢的話 他就要認真地去把這家自治洗店管理好 這樣達到一個小孩子 對 雙贏 目前來講就是說 就是 有錢人 有錢沒地方投資 那你比如說 放在銀行沒有利息 利息算起來很低 台灣有根會 你知道嗎 根會 就是 日本不知道要怎麼講 就是大家集起來 就是輪流標會 你要根會 可能會怕被倒炸 所以 你來投資自己 是一個比較穩當的行業 雖然他的利盾不是很好 但是他的穩定 可以有穩定的回存 這個投報這樣 我有好幾個 就是本身做那個 超商的 做7的 做Family 他們還有做那個飲料店的 因為他們都需要人工 人工來講 現在真是很勸缺 我在樓東有一個 他做飲料店 他工讀生要24個人 十年前 但現在十年前後 現在還要12個人 所以人對他來講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員工請假 那老闆就要下去點辦 那現在他已經開了7家洗衣店 他只需要請一個員工 幫他做管 所以他覺得這樣 自製洗衣店沒錢收 還有現在這種自製洗衣店 以前差不多300萬 現在可能要400萬 500萬開一家店 所以算起來門檻是比較高 其實台灣現在 因為有錢人很多 但是投資標的景氣不是很好 找不到很好的投資標的 那我們現在 我們公司未來的方向 就是要做到代客管 開店來講 你只要投資一筆金額來 那我們會公司整個幫他做管理 因為有錢人可以拿出 五百六萬一千萬的人 你叫他實際上來做自製洗衣店 他不願意 這個很玩手 對他來講他很玩 但是如果他投資在這製洗衣店 他比銀行利息高 他就願意 所以我們未來 只要做代公司的方向 幫客人管理 這種自製洗衣店來講 第一個他沒有人 但是他最大的負擔就是 租金的壓力 所以說 你看一般的自製洗衣店來講 平常都看不到誰跟人 但是他也不會關掉 為什麼 因為他隨便做 一定做得到房租 因為他沒有電源 所以說 我們如果 我們現在也一直在做 異業結盟 任何有可能的負荷 我們都去尋求 畢竟就是說 一家店的電租金 然後兩家兩個產業來share 那我回 同時這樣的話 我回報就比較快 投資成本 那我做回收就比較快 對 像我們之前規劃那個全家 有四家店嘛 那我跟他開會的時候 那就是說 因為客人來這邊洗衣服 等的時間 他就 無聊 他就 增加他的一些消費 所以有設置這個自製洗衣店的話 他整體的營業額可以增加百分之十 自製洗衣這個行業 現在來講 就是剛才講過了 在台灣來講 已經超過二十年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 我們都盡量確定 要投入了 必要慎重 我們不是機器買來擺一擺 客人就自動送上 因為那個時代已經過了 台灣在二零五年以內 之前 你可以看到電視場的報導 過年的時候 哇排隊排外很久 上次現在已經沒完 所以現在已經面臨一個洪海 就是互相見人 所以必須要 其他新的想法出來 或是做護盒 所以相對門檻推進 其高 還有一個就是 它的設備 也是很重要 以前就是用一般的機器 隨便買一買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 一定要未來趨勢 就是洗透烘的機器 洗烘一次完整的機器 另外 必須還要複合 複合其他業種 做一夜間 這樣才能 成功的機會比較大 基本上來講 日本每一家的服務都很好 尤其是東坑都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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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